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能不能过得了我这杆长枪 这地界为了防着咱们这几个天外来客 真是下了重手 两侧都是万丈深渊 诸位作战时千万要当心 不要被敌人拉入两侧的领兵魔阵当中 各位 请等一下 月儿 怎么了 我似乎感到脚底下这些妖龙海骨中有一阵强烈的震动 嗯 风公能说得没错 这地界悬渊之下传来的异动 我也有所平感 难道是 这妖龙复苏了 哇 好大的冰龙 也许 是我们的脚步声惊扰了这悬海中蕴含的万千魂灵 这怪物便是其中之一 并非如此 证位 我曾与这条冰龙一战 深知他体内有悬兵之力 沉眠后可聚集领气 苏生复魂 只是不知为何他会出现在这个地方 看着周围击兵的厚度 也许我们是误打误撞 走到他的巢穴里来了 对方来者不善 大家千万小心应战 几中手蹲走了 真是好一场苦战 虽然我们有宝塔护体 但也感到这周围的温度越来越低 这也说明我们正在逼近悬海之地 离池游海谷越来越近了 哇 好漂亮的地方 这里是 这儿不是悬海之底了吗 怎么四周还这么亮 这里本是环绕悬海周围的巨大兵壁 后来在一次地震中崩毁 冰柱断折之后的平台 碰巧成为通往悬海之底的捷径 由于地界灵气多年来沉寂于此 兵壁上皆有一层灵结金霜 这灵精字体会发出微光 正好把此地印得十分明亮 天地万物之起 果实出人意料之外 我本担心越往下走会越暗 岂之到头来 全然不成问题 那岂不更好 咱们赶快趁着机会通过这里 否则此地成狭桥之势 要是被敌人两侧夹击 那可大大不妙 看来是不用急了 前方兵面上已有大批妖魔蠢动 想来是被池油复生 所凝聚的妖气所吸引来的 想要顺利通过此地 恐怕一场大战在所难免 任他千军万马拦路 咱们也得设法冲杀过去 上官老兄 还是我们两个打逃阵吧 那成什么问题 这卖洞 莫非是 月儿 你觉得哪里不是吗 不 我没事 我想 那是池油 他的双魂在呼唤着我 走吧 他已经离我们不远了 他们又来了 不对 他们这次好像是直奔着风姑娘而来的 也许他们与池油天魂有所平感 我将风姑娘认作他们的头领 魔神吃油了 这么说 也许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 又使他们互相攻坚 这倒是个好主意 如此一来 咱们便也能留出时间 节省些力气 从此地脱身了 想不到这绝境处 还有这般化险逢生之机 那么 就麻烦各位呼我一程 为我争取些时间便是 哎 哪里的话 在这各自为战吧 咱们抓紧时间 池油就在前面了 那 那是 我的天 那就是魔神池油 这么想到竟然如此巨大 那 那确是池油 我可以感觉到 他正看着我们 哇 好可怕 九弟之渊 他果然是在这里休养生息 九条流经悬海的冰川 集结于此 悬海最深处的阴气 急聚之所 难怪在短短时间之内 他就已经复生到这等程度 照这样子看来 一旦浩英进入天顶 他不用半年 就能真正复活 今日咱们若不能在此 将池油真正消灭 只怕人间 随即会毁于神魔间的战火 不 池油是能与天地争锋的太古魔神 世上是没人能真正消灭他的 咱们能做的 就是趁他的力量 尚未完全回复之前 毁他赖以复生的神体已圆破 逼他退入悬海之地 再次沉眠 虽然他能再次聚邪力复生 但那也需近千年的时间 凡俗下辈 就算尔等到得了这里 你们胜得过吾吗 那声音 那是池油在说话 三千年了 自从可恨的轩辕皇帝 借神剑之力将无斩杀以来 他裂阁坟灭无体 封印无浑精双脚 令无魂魄 失去归宿之锁 只好在幽冥之间游荡 醒得数千年一回的天机之注 才得以在悬海之中 重新凝聚远破 无在这三千年间的痛苦与怨恨 加上无异族惨遭追杀和迫害 被赶尽幽度不见天日的深仇 就算杀光这人世上所有的人类也不足为报 如今已等待多年的时刻终于来临 休想 当年的混沌之势早成过去 像你这样的邪神 如今已无容身之处 你还是乖乖地回到幽冥中 沉眠吧 不知死活得低俗下背 也敢向吾狂吠 如今轩辕皇帝早成黄土 神剑的继承者真立未成 即使有神剑在此 也不足为据 今日就先拿你们来血迹 顺便也为今后屠灭人士 祭其利益 死罢 这至深至寒的悬海冰渊 正是你们最佳的坟场 要打就来吧 可是 咱们 咱们赢得了吗 就算赤油还只是一堆未完全复生的骨骸 它毕竟是为太古魔神啊 我们能战胜魔神吗 是啊 再说这赤油躯体如此庞大 咱们要穷何打起 我所见的 咱们要证明 这是没人 这个人 这赤油躯体 都不会落と 我呢 让他帮助 那些人 这参加 他生命什么 这赤油躯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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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他 好 为了重造肉体 蚩尤已经重聚双魂两脚之力 化为他胸口处的阴燃金光 那正是他的元神侦破所在 咱们趁着此刻他肉身未复 侦破外陆之际 集中全力朝那里猛攻 或许仍有圣机 总而言之 专挑那金色光球处猛打就行了 这么说俺就明白了 这话说来容易 做来可就艰难异常 蚩尤照出的大群妖魔便不用提了 他手上阴阳两道煞火 一具极强威力 贸然靠近只怕凶多吉少 除此之外 尚不知蚩尤自己还有什么厉害后招 大火千万不可大意 不止如此 在两处血脉球节之处 似乎生有灰恶魔体 这魔体或具照魔物之能 若以贫僧之鉴 咱们不妨将之一并除去 以防战中有变 这印大师此言有理 不过以打倒蚩尤为第一要物 其他的大伙就量力而为吧 不论如何 人世的存命 天地的命运 就看此战了 只要大伙全力以赴 相信咱们一定可以赢得这一仗的 下辈 来吧 让你们看看本魔神的真理 是 我两脚之力 化为他胸口处的阴然金光 那正是他的原神针破所在 咱们趁着此刻他肉身未腹 针破外露之际 集中全力朝那里猛攻 或许仍有圣机 总而言之 专挑那金色光球处猛打就行了 这么说俺就明白了 这话说来容易 做来可就艰难异常 赤尤照出的大群妖魔便不用提了 他手上阴阳两道煞火 一具极强威力 贸然靠近 只怕凶多吉少 除此之外 尚不知赤尤自己 还有什么厉害后招 大火千万不可大意 不止如此 在两处血脉囚结之处 似乎生有惠恶魔体 这魔体或具赵魔物之能 若以贫僧之见 咱们不妨将之一并除去 以防战中有变 真应大师此言有礼 不过以打倒赤尤为第一要务 其他的大伙就亮丽而为吧 不论如何 人世的存命 天地的命运 就看此战 只要大伙全力以赴 相信咱们一定可以赢得这一仗 下杯 来吧 让你们看看本魔神的真理 赤尤的远破明明已经伤得不清 可是这几回的攻击 似乎都无法走效 赤尤正集中所有力量 亦守着最后一点远破 果然不愧是太古魔神之力 寻常守法 只怕是伤不了他的 可是九战绝对不利 咱们该如何是好 看来得再次借神剑之威 才能与赤尤原破最后一击 殷公子 我不敢担保此举必会成功 但眼下似乎只有此法可行 咱们别无选择 我们毕竟是凡人 面对赤尤这般的太古魔神时 也只有倚靠神剑之力了 这就交给我吧 大伙设法帮我阻住两亿敌人 让我栖身到赤尤身前 运箭一击便是 那还成什么问题 殷老弟 倒是你自己得小心 万不能失守 若殷公子一击得手 池尤势必溃散 大家得尽速逃往南方入口处会合 明白了 尽快点 成了成了 我们战胜了趋油 我们赢了 阴贤帝 你这一剑刺得漂亮 紫风姑娘 我们这样子 真的算赢了吗 趋油真元内运 被神剑所控 他炼锯至今的惊魄 前功尽弃 复生之事已经无妄 想必他现在只想 保住最后的一点 惊魂侦破 先沉入悬海之底 折伏生息 再慢慢剧烈阴气 疗伤复原 这么说来 咱们只是化解 眼前之祸 争取到一些时间而已 难道没有办法 永远封印赤油 不 这世上阴阳光暗两仪并存 乃是无人能匿的天地之理 赤油身为万邪诸暗之宗 他本是不可能被消灭的 再强的封印 也不能够担保 他不会有复生的一天 但这次的伤 要花上千年的时间 才能疗愈 千年的时间已经够长了 阴公子 咱们该做的都已经做了 剩下的就交给 冥冥中自有安排的天命吧 嗯 紫风姑娘 你说的没错 哎 只是可惜了阴险帝 那边可以号令神魔的 九仪天尊之剑 只怕他就要这样 跟着赤油沉下去了 难道没有办法叫他取回吗 没关系 就让他随着赤油去吧 神剑 本就不因为我这等凡俗之人所有 想想这一路来 神剑得而复失 失而复得 或许得失之间 都是天命早有注定 啊 这地阵是 啊 想来赤油在此 炼具肉身复生 九地之渊早已化成他的胎床 阴随两脉 遍布兵壁之中 此刻他潜入地底 四壁冰崖 遭此大力扯动 只怕不时便会崩毁 好姑娘 有这等事情你怎么不早说 咱们千辛万苦地打倒了赤油 总不成在这冰窟一起陪葬吧 即使如此 有晚辈再念诵一次缩行之法 不 此刻四周灵杖太强 只怕任何飞升之中都会失效 为今之计 只有由我念诵天法 摇引天光 向天界请见神力 救我们逃出升天 哇 这地阵好像越来越厉害了 呃 紫风部长 再不快点的话 奏请天光 幽闭遥召 一如神顺 翔掠飞升 大家向我这里靠拢过来 那天眼岭山顶还在冒着烟呢 青白色的火焰 那是闭魂之焰 看来九地之渊中 必有一番惊天动地的冲荡 只怕整个冰窟都已经崩塌殆尽 赤油被埋在万丈悬兵之下 想要复生只怕也很难了 是的 看来赤油肉身溃破之后 沉入坛底 不堵九地之渊 因而崩毁 连赤油为重生而射运 其内的诸多生魂 也一并放了出来 乱窜的魂流 与沉积悬海中的灵气冲击之下 一举轰泵而出 骑士有如火山爆发一般 着实威猛无比 确实如此 若是咱们再迟得半课离开 只怕会在坑道中 被这股闭魂灵火给摧坟殆尽 如今思来 实在是惊险已极 果然一切冥冥之中自有定数 咱们多行善事 自然是得上天诱护 一切有惊无险 嗯 说不定真是如此呢 如今九地之渊已经崩毁 赤油沉入万年冰川之地沉眠 暂时不会再有复生之旅 加上四血已除 我爹也已安然长眠 咱们这一番上天下地的历险 似乎也真的告一段落了 哎 是啊 总算可以坐下来好好喝一杯了 打倒吃油一事 非同小可 更应该要加喝三大坛才对 走走走 咱们去喝个痛快 上官大哥 你老是一有闲就想喝酒 庆功住宴固无不可 但若像你这般合法 咱们个个都成了酒鬼了 你们打倒吃油 实是可喜可贺之事 喝个两杯庆功住宴一番 又何不可 前辈 您来了 想必你是来报训的吧 瞧你一脸喜色 想必是有好消息了 是啊 十万天兵刚踏出南天门 就看到千魂灵火 从天眼岭冲上酒消 太师等人推挂一算 便知吃油已被你们打倒 三神将于是当场收令回师 看到文武四将那时的脸色 真是令人痛快极了 人间得免这场兵货自是好事 不过九仪天尊之见 却就此失落了 他们与此可有说些什么 啊 什么遇刺神物保管不利了 藐视天条胡乱思维之类的 蠢话自是不少 不过我在天帝面前立言 单单一柄神剑 未必能助人士抗邪案之亲 不如传我天界破魔天法 与遇见心法于人士 和千万修法见识之力 必可防诛便于未然 很难得的是 天帝居然同意了我的说法 那么说来 殷公子他 是的 殷少侠 神剑虽然已淹没于悬海之中 但它仍伴随在你左右 只要心中有念 如同手中有剑 今后我将破魔剑法 与遇见心法传你 再由你流传于人间诛法剑派 如此远胜单独一柄神剑之威 这是你身为神剑继承者的责任 可不由得你推辞 前辈这番好意 晚辈自是公然领受 只是晚辈愚昧弩顿 不知前辈所传天界绝学 能够习得几成 实施惶恐一击 你的本事我很清楚 你就不用多心了 殷少侠 待你忙完了之后的钥匙 我再去传授你剑术心法 在这之前 咱们先去好好喝上一杯再说 就当作是临别的酒宴吧 之后的钥匙 那是什么事情 这个到时候再慢慢告诉你 废话少说 咱们走吧 这会儿大家都踏上了返乡归途 忽然间变得好安静 天下无不散的宴席 大伙回想与家人团聚 本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风姑娘 你离开本门也有一段时日 未免你的师弟门人担心 你该回盘天岭 掌理诸物才是 嗯 我的确是该回去了 那么 殷大哥 你呢 我 我 反正我也无家可归 今后应是做个四海为家的游人 继续浪迹天涯吧 这 这怎么成 殷大哥 我以前和你说过的 让剑锋 前辈的意思是要我回天悬门吗 总而言之 那里还有一些非你不能处理的事情 反正你自己去看看就知道了 嗯 如今吃油败腻 人间得宝太平 此间详情 我本应回去亲自向师父禀告 顺便看看本门上下 安泰与否 虽然 师父已将我逐出师门 我这回就算是回山拜访 师父一向姑年旧情 应该不会为难我才是 这样子很好啊 殷大哥 我陪你去 多谢你 玉儿 跟我客气些什么吗 对了 子凤姑娘 你还会回竹林清居吧 在下若有机会路过太原 必定前去登门造访 殷公子 遗憾得很 咱们大概 不会再有机会见面了 为 为什么 你要外出远行吗 这意思也差不多 殷少侠 我就老实告诉你好了 子凤原来是 西王母座下侍女之一 因为惹怒了王母娘娘 而领受贬下凡奸之法 然而经历这些波折之后 王母娘娘思念起她来 又下诏免去她的罪责 她很快就得回返天界 今后天地两阁 你们怕是没有机会再见面了 原来如此 怪不得晚辈一直觉得 殷公子 对不起 这些事我一直瞒着你没说 忘你误怪 哪里 这一路上 全赖你的睿智博士指引 咱们才能顺利完成此行 只是有时 我也觉得不可思议 为何你知道这么多天上地下的事情 原来这乃是天人之事 我早该想到的 不过这么说来 莫非前辈你也是 当初她就是因为在王母娘娘面前替我辩护 才一起被贬下凡尘 算是受了我的无端千累 如今她得能回返天宫 我算是了了一桩心事 少了一桩罪业 也不枉这些日子辛辛苦苦替你们到处跑腿了 如今诸事已了 我马上就得奉旨回宫了 殷公子和你一起历险的日子 我会永远记在心里 即使今后咱们分出天上人间 纵然不能真正聚首 但时而翘首遥望 在心中传思纪念 或可灵感相通 时候也差不多了 咱们就在这里分手吧 殷少侠 封姑娘 咱们下回见了 殷公子 多自珍重 嗯 果然不愧是冬月泰山 山景壮丽奇袖之处 叫松山更有另一份风味 殷大哥 你怎么了 没什么 只是想起了我当日 有紫下山时的情景 忽然赶出量身罢了 殷大哥 认识你这些时日来 从没听你提过这件事 能说给我听听吗 其实也没什么 记得当日与师妹告别之后 独自站在崖时 那不知何去何从的茫然 而此刻啊 旧地重游 昔日的茫然无措已不复存 却多了一分世事难料的感慨 如果当日我没有被破门下山 我就不会有机会遇见你 更不会遇到这样的经历 其实 认真想想 我被逐出师门一事 是福非祸 也说不定 所以说 一切冥冥中自有注定 有缘千里来相会 看来这句话果真不假呢 是啊 如果有缘的话 大师兄 是大师兄吗 小师妹 大家还不快行礼 迎接掌门师兄 拜见掌门师兄 拜见掌门 这是怎么一回事 等等 小师妹 你为何一声搞错 难道师父他 爹子那天从盘天岭回来后 就已病不起 要事往销 半个月之前 就去世了 他在病中一直念着大师兄 说他不但当年对不起你爹 也对不起一直恭敬奉师的你 爹很后悔 当初将大师兄逐出师门一事 在临终前一再交代我 一定要把大师兄找回来 接任掌门之位 不然 他在地下 也不会安心 师父 师父终究是愿意接纳我回本门了 只可惜 我们能来得及见他老人家最后一面 大师兄 连我在内的所有师兄弟们都一致认为 大师兄才是接任本派掌门的最佳人选 虽然寄人大典还得择日举行 但大伙心里都已经把你当成本派的新掌门了 大师兄 为了爹的一命 为了本派将来的兴衰 请您一定要回来 我明白了 小师妹 既是师父的一命 我接任掌门一直便是 只是 我年轻时浅 行事一缺周响 实不足以担当掌门大人 今后种种 还请你和师弟们 多多帮我出点主意 这我倒一点都不担心 因为 迟早会有封姐姐这个绝顶聪明的写内注 帮大师兄您料理好大小事情 咱们只要专心练武就行了 那 哪有 小师妹 你不要乱说 殷大哥 恭喜你继任天玄门掌门 了却了这一桩未完的心愿 我就送你到这里 咱们就此别过了 灵花妹子 我先告辞了 咱们后会有期了 等等 月儿 风姑娘 我 我 月儿她 到底怎么了 我说错些什么了吗 大师兄 你可真是个傻木头呢 风姐姐芭城只是怪你急着否认她对你的一番心意 师兄你若现在不赶紧把风姐姐追回来的话 要是让风姐姐真的生起气来 单独回到了四巷门 师兄可就很难再请得动风姐姐了 原来如此 我 我这就去追月儿 小师妹 你和师弟们就先回去吧 大师兄放心 我会准备一桌酒席 好好帮你们洗尘的 月儿长月儿短的 看来 我们天仙门 真的就快要有个掌门夫人了 天地之律 万象之变 了 这就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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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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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